1984年以来,作为战略打击的一部分,双方都将对方港口释出的中立国员委员作为目标。 美国海军为悬挂美国国企的外国邮轮进行护航后,伊朗方面布设守卫,并用快艇袭击美国军舰。 1988年4月,一艘美国海军护卫舰在执行护航任务时,被伊朗水泥击中受损。 随后,美军发动螳螂行动,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摧毁伊朗石油钻井平台,并击沉重创了伊朗海军50%的舰艇,美方仅损失直升机影架。 7月20日,伊朗宣布了,两翼战争的影响和战术技术特别。 战争结束后,两国都认为自己是胜六成。由于战事政策和战争的结果,伊朗或美女政权得到鼓务,为了宣传需要,双方均夸大对方的伤亡人数,降低几方的伤亡人数。 根据估算,伊拉克伤亡人数约在15万至34万之间,伊朗伤亡人数为45万至73万,因毒气导致伤残的伊朗军民总数近40万。 两国赖以为生的石油产业也受到巨大损失。 由于伊拉克之后,又经历了1991年台湾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很多重建工作至今未能完成。 战争期间,双方先后投入外部大股供应的先进装备,采用严苛的总动员制度和轰炸平民、毒气战、娃娃兵等反而类的作战方式,造成了严重人员伤亡和极大的经济损失。 双方都没有从战争中得到好处,领土纠纷和意识形态冲突也没有缓解。 战争中,两国广泛购买外国先进武器,但是战略战术理念层面的落后,使得技术装备的性能无法发挥。 伊拉克装甲部队缺乏机动作战能力,带之以半埋式的静态防御作战,并且取得了一些成功。 但依赖于这种战斗方式是极为危险的,它的后果将在数年后的海湾战争中体现出来。 11月,伊朗海、空军发动侦逐行动,对伊拉克海军造成的毁灭性打击。 伊朗海军陆战队通过激将作战,拔除伊拉克南部两台打战。 红月,两架伊拉克直升机用反坦克导弹击中两架伊朗直升机,击落一架,另一架重伤坠毁,是战争世上第一次直升机之间的交战。 这一时期,大量伊朗年轻人自愿参军,伊朗的战争潜力并未受到重创。 萨达姆也没有得到乌齐斯坦省大多数阿拉伯人的支持,而伊拉克的储备力量已经耗尽。 萨达姆宣布伊拉克转入宝购。 1981年1月,伊朗一方在狄兹夫勒的攻势中投入300辆坦克。 伊拉克一方发掘伊朗攻势后,将几方坦克半白在地里,只露出炮塔,形成固定火壁点。 伊朗装甲部队数量上不占显著优势,并且在宁愿的战场环境中难以激动,只能按照固定道路前进。 因此,始终未能突破伊拉克防线。 后方扶桥又被伊拉克攻军炸断,使伊朗步兵部队无法支援。 直到伊朗工兵重建了扶桥,参与的装甲部队才得以撤回。 在这次代号为胜利的行动中,伊朗损失坦克超过200辆,装甲运兵车和步兵战车100辆。 伊拉克损失坦克45辆,装甲运兵车和步兵战车50辆。 4月,伊朗空军远程分析伊拉克西部空军基地的行动大获成功。 但是,霍梅尼的反美政策使美国停止公开向伊朗工艺引起。 伊朗空军的美支战机因而缺乏配件。 政治上的清洗和屠杀也使得军事人才紧缺。 因此,伊朗空军无法承受更为严重的损失,并在这次行动之后转入手势。 6月,巴比龙行动,以色列战斗机低空突袭,尚未投入使用的伊拉克核反应堆将其彻底炸坏。 在后来的第八一马路行动,伊朗在阿巴丹的井里作战获得成功。 如前所述,伊朗并不缺乏志愿兵员,而技术装备经大量损失。 11月,武都斯之路行动,伊朗民兵部队开始采用人量战术, 即先投入大量仅装备轻武器的民兵消耗敌军弹药和地位, 再投入正规军进行作战。 1981年底至1982年初,伊拉克战线一段后退。 5月,经过两天激战,伊朗军队迫回扩拉姆沙赫。 6月,由于军事实力遭到民众消耗,萨达姆请求停火, 并将军队全部撤回伊拉克境内。 扩梅尼决定乘胜追击。 第二阶段,伊朗反击。 1982年7月,摘月行动,伊朗调及大批部队, 攻向巴士拉,伊拉克及时部署防御。 二战后,最大规模的陆上战斗之一由此开始。 伊朗投入包括娃娃兵在内的民兵组成人籁冲击伊拉克防线, 但始终无法攻破伊拉克防线。 伊拉克包围伊朗进攻兵力的努力,引导失败。 1983年,伊拉克开始在战斗中大规模使用武器。 1984年2月,海巴尔行动,伊朗依靠直升机和快艇, 在马基尼岛发动两栖突击,占领了马基尼岛。 伊拉克方面在沼泽中摆射地雷和高压电线杀伤伊朗步兵, 同时用战斗机截击伊朗的直升机,最终阻止了伊朗攻势。 在这一阶段,战场转移至伊拉克境围,伊朗军队不断发动进攻。 一面作战方面,伊拉克的大规模动员, 使得伊朗不再在战斗中具有人数上的优势。 因此,伊朗方面改变了单一依靠大规模人浪战术的做法, 将人浪拆分为更小、更频繁的波次, 并且强调人浪作战的机动性。 在空中,伊拉克空军逐渐夺回一种岛权, 伊朗空军缺乏飞机和能复舰。 因此,即使伊朗飞行员多数在美国受过训练, 素质高于伊拉克对手,也难以夺取一只空权。 第三阶段,消耗战。 1984年3月以后,战争进入短度拉锯阶段, 双方都减少了大规模的地面同时, 而对城市和产油设施的战略攻击都更有意见。 1987年1月,整场战争中最大规模的战力, 塔尔巴拉五行动开始, 伊朗军队突破巴士拉一攻四岛防线, 最终未能占领巴士拉, 该城大部分变成瓦丽堆。 1988年2月,安法勒行动, 伊拉克对库尔德人进行种族灭绝, 死亡人数在五万至十八万之间。 两一战争期间, 交战双方的技术装备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但战术相对原始, 因而付出了沉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代价, 并且都没有达成战领。 1980年,伊拉克入侵伊朗, 两一战争爆发, 经过多年的攻防战和漫长的消耗战后, 两国于1988年先后宣布停滞, 边境线基本辜负至战前状态。 伊朗·伊拉克两国的民族构成有很大区别, 伊朗的主体民族为波斯民族, 阿拉伯人占少数, 阿拉伯和以攻的福奇斯坦省, 是阿拉伯人主要居居区, 该地居民曾多次反抗伊朗的同志。 伊拉克的主体民族是阿拉伯人族, 波斯人占少数。 另外,伊朗和伊拉克都支持 对方尽力的布尔德民族独立势力。 伊朗·伊拉克两国在阿拉伯和主权问题方面有冲突, 并因此多次交谱。 1975年后,伊朗和伊拉克签署阿尔基尔宣言, 基本按照阿拉伯和主航道中心线分割争议领土, 以换取伊朗停止支持伊拉克境内的 布尔德民族独立势力。 1979年,伊朗爆发革命, 极端反美的宗教领袖霍梅尼, 取代了和美国关系密切的发力和平衡。 霍梅尼政治上, 倾向于泛伊斯兰主义, 和时任伊拉克总统萨达姆阿拉伯民族主义观点相组。 另外,霍梅尼多次号召伊拉克人民, 推翻萨达姆政府。 萨达姆则希望通定伊朗和普吉斯坦地区, 取代埃及成为中东地区的第一大国。 同年, 法国援助伊拉克的核反应规开始建造。 如果伊拉克掌握核武器, 将对以色列构成严重威胁。 以色列从外交层面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未能成功。 1980年4月, 六名普吉斯坦独立主义者, 闯入伊朗驻英使馆, 将使馆工作人员结为人质。 英国陆军特种风勤团官兵攻进使馆, 解救了大多数人质。 互份战斗场面被新闻媒体拍摄下来, 使得特种风勤团广为人质。 第一阶段, 伊拉克进攻。 1980年9月22日, 伊拉克空袭伊朗机场。 空袭效果很差, 未能给伊朗空军造成严重损失。 23日, 伊拉克地面部队兵分三路, 向伊朗境内推进。 南线的目标是攻占福奇斯坦省内的重要城市, 霍拉姆沙赫尔和阿巴甘。 中线抵达扎格里斯山脉, 阻止伊朗返攻。 北线防御基尔库克的采油设施。 同日, 伊朗空军对伊拉克进入目标, 进行报复型攻击, 轰炸了巴格达、 基尔库克、 摩苏尔机场, 以及水坝、 电油厂的重要设施, 有效破坏了伊拉克基础设施和经济。 几方损失也较重, 许多战机被防空火力击入, 仍在建造中的伊拉克核反应堆也受到破坏, 但并不严重, 建造工作继续进行。 10月底, 经过极为血腥的巷战, 伊拉克军队基本占领霍拉姆沙赫尔, 并从三面包围阿巴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